我要講一下就是 因為那個男生就是 我是有點 哈囉大家好我是芋汐 歡迎收看西西囊囊Talk Show 在現在這個社會認識異性是不是有很多種方法 例如我們在公司 在學校 或是在 可能運動的地方 可能打打籃球 不要想歪喔 當然因為科技的進步 所以也多了一種型的方式 就是交友軟體 那說到交友軟體 大家覺得最重要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呢 我自己覺得呢 第一印象最重要的應該就是大頭貼吧 就跟我們在面對面認識別人的時候 我們第一印象一定是先看自己的外表 是不是整齊啊乾淨啊有沒有很邋遢 那交友軟體呢第一個呢 當然就是看我們的頭貼了 那有些人當然是 所以是頑毛非常卓越的喔 就直接貼你的正臉吧 那如果有些人是覺得說 欸那怎麼辦 我長得就不是 不是說特別好看的那種 那我可以建議你用幾個小可怕 第一個就是拍 有點微側面 然後把你的手機 就是我現在這台手機 好 手機然後這樣子 稍微的遮數一點點連對鏡子拍 這個是不錯的 再來呢是第二種玩法 就是你可以拍稍微的比較遠一點 然後讓背景就是去找一個背景比較漂亮的地方嘛 比如說你可能去公園 或是去一些像我之前去台南的奇美博物館喔 就是拍那種人比較遠的 然後景很漂亮那種 我覺得這種也是蠻不錯的喔 但千萬呢有一種很糟糕 就是不要自信過度 像我自己教我軟體的話 我不太喜歡 其實我覺得男生跟女生的道理是一樣 微微露 會讓人家覺得 哇好有遐想喔 就是男生如果還有肌肉 然後微微露一點 我就覺得哇好有遐想的空間喔 但如果他整片都露出來 然後就是 甚至開到這邊這個的雨線 然後這樣拍 我就覺得 這個男生我不行 太亂了 就是會忍不住 有一點這種感覺啦 但說不定其實他並沒有 所以頭天呢 我給你們的建議就是這樣 再第二個呢 就是開頭起始劇 這也是我一直以來在強調非常重要的 你當你跟別人打招呼 或是逆別人的時候 第一句話 永遠是最重要的一句話 就像我們跟別人聊天的時候 面對面 第一句話 就是會成為你的第一影響 但有哪些起始劇 是一定會被女生打傷的 基本上那種你好嗨 其實都不太會看啦 那我今天呢 就是要用這版Just Dating 來測試看看 哪一些男生的起始劇 會讓我想要繼續聊下去 但這個軟體呢 其實我已經下了兩三個禮拜 但是我一直以來 就是別人密我 我都沒有回覆 因為我想要累積多一點 到你們看看 誒 不同的男生 密女生的第一句話 到底都會是誰 到我一開始點進來呢 他就會說誒 現在很無聊嗎 要和附近的對象打個招呼吧 他就會問說 你想要找什麼樣年齡的人 然後你也可以自訂訊息 那這邊呢 我是先選擇不用 一關掉 點進來呢 看到這個約會的部分 那他就會約會 他這邊會說 我想要尋找 短暫 浪漫 固定關係 開放式關係 那XX就是不要 愛心就是表示說 你要報名這場的約會 就是報名跟他出去 因為Just Dating Dating就是約會嘛 所以他這個軟體 主要是比較算是強調 可以真的把女生 約出去約會 那我晚點呢 也會試用看看 他這個軟體 就是最厲害的約會功能 來試試看 我可不可以把男生成功約出來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 有很多的VIP 那是因為呢 這個軟體 男生是要VIP 才可以用 那女生的話呢 是不用VIP的 所以其實對女生還不錯 像我自己 最近還蠻常在網路上交友的 那對我來說就是 我竟然不是VIP 也可以使用 就覺得還蠻開心 這樣也會增加女生使用這個軟體的機會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 這邊右邊的是 這個就是有一個很像杯子的形狀 下面就是早約會 你也可以這邊右上角 自訂你要的約會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看看我們這個聊天的內容 這些是我累積了大概兩個禮拜 所有的人密我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先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是風向 他直接問說境外有空嗎 像這種 我就不OK 直接打槍 那第二個呢叫做大根 第二個大根就是 嗨 寮媽 你好 嗨 像這種 像這種的話 基本上我是不會回復 因為你們知道 其實膠軟體 其實是女生占少數 男生占大數嘛 那大部分的女生 是可能比較常會被男生命 所以你的第一句七始句 真的非常重要 像這種 我就是基本上不會回復 因為真的是太普通了 那接下來看下一個 他說 哈囉你好 有沒有推薦的地方 逛逛 像這種我也不會回 因為我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不是你推薦給我 欸 有沒有會覺得 我好像有點難搞 應該說 我會覺得說 欸應該是你跟我說 你有推薦什麼地方 你要帶我去逛逛 這種我才會比較想回 而不是說 你有沒有推薦什麼地方 對 在第一次還不認識別人的時候 你不應該是先拋出個問題給別人 因為別人沒有回答你的必要 對 所以這個我也覺得 不OK 不好意思 不OK 再來這個小兵 就更直接了 跟我約會 我買你的時間 固定伴侶 會提供生活費 那這種 嗯 這麼直接明瞭的 其實是 算是已經在XX了吧 哈哈哈哈 對這是我們 目前第一個看到XX的人 對於某些可能真的是覺得 欸有需要 這樣子也是最直接 最快的溝通方式 但是像這種 我覺得我一樣是不會回復的 好 那再來下一個 比較喜歡狗或貓呢 這種我就會回 因為我覺得這個 他有拋出一個 算是 我有興趣的問題 像其實狗跟貓 我都OK 像這樣我就會回他說 狗跟貓都喜歡 這樣 這種 這種定義句就還不錯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他這個 就是整個約會的功能 那我一樣 打開我們這個約會 國家台灣台北市 約會類型 要哪一種 碰個面 吃飯 好我們選擇 碰個面好了 然後時間 下班後 告訴大家想要做什麼 嗯 我想要 約一個男生 可以讓我 讓我做專訪 好那我們現在就一樣 等待一下 看有沒有人會願意要接受我的約會吧 約會這邊呢 現在就是有很多人報名了 那我應該會從裡面 呃對 就是選一個男生來做專訪 然後有非常多人就是問我說 欸專訪是什麼樣的內容這樣 那我就會從這次走 約束一位 然後訪問他一點點小小的內容啦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進專訪吧 好好久沒有自己長進了 手有點痠 那我現在呢 把那個男生約出來了 剛好他是一個遊客 我有問過他 他只有在教我軟體上有成功 XX過 對 所以等一下呢 我也會問幾個問題 好 我現在有點緊張 那因為我剛工作完 所以我就順便約他在附近的 軍樂飯店的一樓的大廳 希望他不要有什麼 誤會 那我們現在去見他吧 GO 好那個 我們保護當事人 所以 沒有 他就是可能不想露臉 對 那 我們生意一樣會經過便飲 OK嗎 可以 好 那我們就是想要 我想要 欸我好緊張喔 好 開始第一個問題 欸你是怎麼開始接觸 就是這個 Justin 因為之前也試過其他交流 然後這個 聽說好像還蠻好的 那我之前也試過一次的 我覺得還蠻好的 喔 所以 欸那你有試過他的約會公司 欸有啦 白痴就是我把你約出來的嗎 我現在就在這裡了 喔對不起對不起 好 那你使用就是這樣這一題 有成功真的把女生約出來過嗎 有 之前成功過兩次 兩次 兩次 這對了 嗯 對 就是啪 啪的聲音 嗯好 那你 會覺得使用 最後一個問題 你會覺得使用交流軟體 就是XX軟體 這個 因人而異啦 這個 看你怎麼使用啊 有些人也是真心交流 也有人是用來 所以 所以你覺得就 欸你還蠻幽默的 好好喔 那 嗯 很開心 你就是接受我的這個訪談 因為我一開始約會的目的 就說我要想要訪談 對不對 然後 你好像你知道我是誰嗎 我 所以你才願意接受我這個訪談 對 非常非常謝謝你今天來 然後我今天約你在這裡 也沒有別的意思 你不要問我 謝謝 謝謝 不要出去黑我 好那 結束 好啦那 剛剛那個男生呢 就是他已經走了 其實我們整個訪談超短 大概五分鐘 然後我蠻不好意思 那我覺得 就是實際見面鬧的時候 真的還蠻緊張的 而且跟網路上聊起來 我覺得 不太一樣 就是他其實還蠻幽默的 所以我覺得有這個約會功能 真的還蠻棒的 因為你網路上聊起來 跟實際見面 就是一回事嘛 對不對 好啦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按讚留言 也可以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給你那些 很常常常人交我軟體的朋友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 掰掰